各位先友,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 东华帝君在不认识自己之前恐怕也是这般冷冰冰巨人于千里之外 或许有一天莫冤上神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仙 也会像帝君这般柔情体贴 说不定还会比帝君更甚呢 想到这里,凤九下意识的抬眼看了一眼莫冤上神 眼中的情绪有些欣赏 仿佛此刻的莫冤上神就已经是那个柔情满怀体贴入微的尊神了 都说东华帝君纵观四海八荒全局 天下的事情,只有帝君他老人家想不想知道 根本不存在帝君不知道的 因此,凤九此时此刻的情绪变化 帝君也是看在眼里的 看什么呢? 东华帝君的语气中多多少少带了些不悦 那冰冷的意味不仅仅是凤九 就连上茶的弟子们也感觉出来了 上茶的速度都变快了 发布的快点逃离这个气氛紧迫的地方 凤九收回眼神,收回心神 看向帝君道 我在想你方才那个问题 帝君淡淡的问道 什么问题? 莫冤上神何以孤寡至此? 凤九虽然说话的声音压地极低 但在场的都是什么神仙 那可都是经历了开天辟地的尊什么啊 就算是白真上神 那也是新神祭四海八荒的小小者 自然,这压低了的话 在这样的一群神仙面前 简直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的预概迷章 东华帝君听到这里 没忍住笑出了声 道 其实,方才这句话 你大可不必说得如此小声 反正大家都听得见 凤九猛然发现 这人上神和他四叔正看着他 眼里尽是笑意 莫冤上神倒是看不出什么情绪 那冷冰冰平静的样子 一如他在青秋园滑动的七万年 凤九连忙扯笑 对着莫冤上神道 我是在想 如莫冤上神这般厉害的神仙 亲爱仰慕他的女仙一定很多 所以 这一点啊 倒是事实 从前你姑姑在昆门熏学艺的时候 就有邀光上神钟爱莫冤 还因此将你姑姑 哲言 你今日来做什么 凤九的话被哲言上神打断 哲言上神的话被莫冤上神打断 到底是在关键的地方踩住了 愣声声要掐灭凤九这颗好心的心 哲言上神这老凤凰 当然了解莫冤这番话的意思 也不再闲聊 道 我这是来恭贺你啊 莫冤上神面无表情 道 可是 那语气 冷得堪比魔俗的寒冰窟 你不知道啊 哲言上神看似是说给莫冤上神 脑袋却转向了东华帝君 眼里的疑问更是呼之欲出 但在凤九看来 哲言上神这就是明知故问 老天君在新年新月 要让叶华君成了军位 东华帝君倒是不揭察 直接说了此行的目的 凤九一听 先是一愣 却又很快是人 这不就是早晚的事吗 嗯 知道了 到时候我会去 莫冤上神和东华帝君的对话 实在是解明恶药 但句句都是重点 听到莫冤上神的回话 凤九这就明白了 今日来昆仑须的目的了 原来是替老天君来请莫冤上神了 也是 新天君继位 天族的战神自然是要出席的 白真上神原本安静 不知哪根筋不对 也不知是什么激发了白真上神的灵感 风度翩翩的白真上神突然开口 巧了 新月之前 我们青秋也有件大事 我们青秋向来下帖子 但今日我替我阿爹阿娘 邀请莫冤上神出席可否 这人上神原本看向东华帝君的脑袋 蛮悠悠地转向了白真上神 显然 他也没想到白真上神会有如此意图 不过 此刻他觉得 这件事变得更加好玩了 于是 看向白真的脑袋 又看向了 墨渊上神 而凤九此刻满心好奇 青秋有什么大事 值得他小叔邀请墨渊上神 墨渊上神看了一眼 气定神仙的东华帝君 来了灵感 所谓灵感 一定要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前 才能够迸发 且不断地迸发 东华帝君 墨渊上神 这人上神再加一个白真上神 这样的场景实在是一个灵感四射的大场面 墨渊上神开口 看着白真上神道 青秋也有大事 白真上神一笑 看着墨渊上神道 可不是吗 天族寄人新君有一事 我们青秋寄人新君也是有一事的 话说至此 凤九的狐狸毛都竖起来了 莫非他小叔说的是 冰藏之礼 一瞬间 凤九的眼珠子恨不得贴在白真身上 一副不可置信 不想要他继续开口的意念 瞬间就笼罩了整个昆仑须 这几位尊神 自然是感同身受 墨渊上神的眼神 已经落在了凤九身上 开口道 那便是凤九的大事 凤九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这种事情还要劳动墨渊上神 实在是有点夸张 凤九还在思索着 但墨渊上神却将眼神看向了东华帝君 继续说道 凤九的大事 可不止这一件吧 凤九的什么大事 需要看着东华帝君说 这简直就是和尚头上的狮子 显而易见 大殿上众神仙憋着一口气 至于憋着什么气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东华帝君看向墨渊上神 十分冷静地说了一句 当然 话音刚落 大殿上的气氛瞬间轻松了许多 就连一只冷冰冰的墨渊上神 也扬起了嘴角 经过清晨的细雨 昆仑旭此时的空气湿润中 还带着一丝清田 墨渊上神的弟子们 在开阔的场地上闲聊着 你们说 师父会去青秋的冰藏之礼吗 过去吧 毕竟白真上神都开口了 更何况 这也不完全是青秋的事 不完全是青秋的事 那还有谁的事 你傻啊 自然是和东华帝君有关啊 众人无语 但是又觉得很有道理 看样子今日昆仑旭的热闹 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九重天今日依旧如常 没什么特别 白浅拖着塞 难免几分惆怅 道 继位天君之后 你就没时间陪我了吧 叶华也是拖着塞 两人一如从前在青秋的头树下重逢那般 我自会料理好天足的事物 你 我自然也是会陪伴的 叶华君的语气一如从前 淡淡的 却让白浅很是安心 这阵子阿里很乖 叶华也放心了不少 逐渐觉得阿里有了天孙的模样了 凤九站在昆仑旭的一颗影幕下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东华帝君走了过去 站在身后道 剑 住好了吗 凤九吓了一跳 转过身被阳光照得有些刺眼 眉着眼睛道 还没呢 才放进住剑炉里呢 总得烧制几天吧 东华想了想 看着凤九道 所以 冰层之理上 你是要拿着你自己住的剑破阵吗 凤九点点头 随即反应过来 怎么你们都知道冰层之理 东华帝君并不理他 手掌摊在空中 突然从手心中冒出一团红通通的火光 凤九倒吸一口凉气 即便是神仙 能够做到这种法术的也少之又少 今日算是他白凤九开了眼 少请 东华帝君手掌一握 下次摊开的时候 手心多了一颗红通通的珠子 帝君将珠子递给凤九 凤九不明所以 做什么用的 说话间 凤九好奇地拿起那颗珠子打浪了起来 回去之后放进你的剑炉里 帝君不说别的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 凤九知道 帝君一定是先帮他 便不再多问 点头一万下来 凤九不知 自己今日 居然得到了九天神火的一粒火种 九天神火 那可是堪比太上老君三昧真火的威力 若说柱剑放在派上老君的三昧真火需要练七日 那么若是得了九天神火 那只需要短短三日即可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